好了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 那么这个时空秘镜呢 就是咱们之前玩的全新世界 我们来打一下困难模式 咱们攒了三个钥匙 可以打一个456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秘镜 第四关 那我们这关的要求啊 要产生七线的阳光 还不能使用能量斗 还不能失去超过12颗的植物 要求有点严苛呀 我觉得不会是喜好 哎呀怎么又是马赛克啊 马赛克僵尸 重出江湖 好咱们开始战斗吧 使用冰冻生菜 将不利于获得新星 哎那这个十男守护者 也不用不能用啊 因为他用了之后 也会让我们失去植物 因为我们这玩意 只能失去12个嘛 所以咱们灰性植物就少用 带一个这种就 一两个就够了 对吧 好来个机枪射手 中下 咚咚咚咚咚 僵尸上开始冒这个 马赛克出来 再来个机枪 凸凸一下 倒僵尸上就 变成这个马赛克 我们的植物变成了青蛙 这个是女巫僵尸的一个效果 咱们赶紧把它们解掉吧 不解掉的话咱们就 哇这个全跳出去了 我们的双头 非常的叛逆 跳到了第三列和第四列 现在咱们五千四的这个阳光 还剩下好几百 赶紧一些阳光 哎呦看不起 好眼睛瞎的 马赛克把我眼睛看瞎的 上路 哇咱们倒进 毒吧这个 来吧 来第五关 那这一关会不会吃息 大家大胆预测 那这关的话 咱们也是有挑战目标 咱们要血晕降生12次 眩晕降生12秒内 其他六个僵尸 以及有二十颗植物幸存 眩晕降生 谁能眩晕降生呀 原始豌豆 老豌豆下尸呢 老豌豆下尸来一颗 好吧 发射重型眩晕豌豆 咱们现在这关的话呢 阳光恢复了正常的样子 这个物就到这里呀 你这是在瞧不起我吗 上路咱们放一个这个 带着一个大帽子的老豌豆 好吧 血鱼 血鱼 哎 哎 哎呦 苹果排气泡 他给他吃了 哎 怎么全面是青蛙了 下路 这几个女巫 你们都干不掉吗 看不清了 什么东西 哎呦 哎呦 咱们现在得赶紧用这个 实战探索者 把他们盾破了 破了没 好像没破盾呀 苹果排气泡 全场阻挡一下 哎 这还不是最后一波吗 这么多军人 都不是最后一波吗 后面怎么又来一堆 哎 哎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关是有要求的 我们要通关的时候 有20棵植物幸存才行啊 现在僵尸中毒了 怎么这么多 什么呀 怎么这么多呀 这关有必要搞这么多僵尸出来吗 哎呦 通关了 好难呀 然后是第六关 不要失去超过12棵植物 不要使用能力道 只要生产七千点阳光 可以 刁难死我了 哎 这是是不是新僵尸呀 这个 穿着棕色法袍的法式僵尸 他会把植物晕了 啊 他会血晕植物吗 呃 我想一想 咱们只要解得够快 他就晕不到我们 他一过来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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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输出他 比如说这个路 我直接一个 几枪 直接把他秒杀 看不见了 没事 我裸放 我随便放一个 然后上次再发个苹果排气泡 就 不给他们变我们的机会 哎 羊 羊 羊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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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吐一下 催眠 僵尸的催眠在哪里 目前还没有催眠我 可能是我 打他们 打死他们太快了 马上到最后一波了 咱们直接 上路一个苹果排气泡 配合下路的一个 机枪输出 啊 一次都没有被睡 咱们今天 零吃鞋 打过了这个 三个困难模式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先让我们看看 后面的关系 还有怎么样的精神在等待着我们 我的名字叫豌豆下石 而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敌人 不是僵尸 而是可恶的病毒 那么为了抵抗病毒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植物们 现在都变成了抗疫的大白 那这个50颗爱心的呢 它应该就是 支援型的大白 哦 它并不是支援型的大白 它是为了 应该是为了给左边的 这个做核酸检测的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地图是分两个部分的 左边呢是 核酸检测的 右边呢则是这个病毒的入侵 这里会有快递小哥给我们送爱心过来 那为了抵抗这个病毒呢 我们应该看一下 用一下这个大白吧 这个大白会发射消灭病毒的子弹 那这个病毒看着也很坏呀 这两个眼睛勾勾的 还有两颗小獠牙 我感觉有点打不过它 再种一个 两个一起来 诶 这边的话 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是放得太晚了 这个做检测的大白 那这个我们的最右边这个卡槽的东西呢 应该是发放物资 哦 大家可以看上面 这边已经可以开始做起来了 诶 然后右边这个病毒已经入侵过来了 咱们看来要加紧下火力 诶 用这个物资来抵抗这个病毒的入侵 诶 但是这个病毒很猖狂呀 有点打不太过它 刚才最开始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们这个病毒数量是2012 也就是今年的这个病毒数量 现在只有2019了 如果我们把它全部打败的话呢 今年 是不是我们的抗议会非常的成功和顺利呢 诶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行 这边这个小病毒 它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要怎么办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在加油助威的大白 应该是会给我们增加一些buff效果 完了 哎呦 刚才那一波就是咱们的布置 没布置好 这个小病毒要泡过去了 哎呀 还是难度还是很高的呀 哎呀 咱们还要继续努力啊 我们再挑战一次吧 这次的话呢 我们做核酸检测的大白要搞多一点 至少要放两排 我觉得 放两排的话 我们这个检测的数量才跟得上 哎呦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 175阳光的一个 这是一个阿姨吗 还是一个小姐姐 我们来等会用一下这个好吧 哦 它是用这个消毒喷雾喷射病毒 阻挡一下 病毒洗嘞 哇 这个病毒好顽强 还是有点辛苦的 想干掉它 我们来试下这个小瓶子是什么呀 这个小瓶子啊 我觉得是 有点类似咱们这个 竹蛋将是这种毁灭菇的效果 就是可以一次性干掉好多的病毒 我猜是这样的啊 我们这个 拿这个消毒枪的大白 可以再放一个 哎呦 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厉害的病毒 黑色的 它应该是个小boss 哇 它的肌肉很大哦 疯狂的在秀肌肉 哎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们要用我们的超级武器了 来 哦 效果非常好 哎 来了一辆 全国志愿者支援团 他们或许能帮助我们 解决掉这波病毒 哎 太好了 哦 他给的是爱心 但是病毒这边呢 还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决 看看咱们这边这个超级武器 能不能使用一下 好像可以了 哦 好险啊 这个地方 真的很危险 哇 这下路还有一个 这是什么呀 拿着机枪的枪 病毒吗 这就有点恐怖了吧 哎 他太猛了 哇哇哇 刚才我的攻击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吗 哎 这个病毒太可怕了吧 好的 那么经过非常久非常久的战斗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已经完全占据了上方 同时剩余的病毒数量也不多了 啊 那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小细节 首先我们的 呃 厂商的这个防御性的大白呢 呃 全都换成了这个拿两个喷射壶的 同时我们还放了一个这个物资 在加油大白的前面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花生最后发现 它是可以大幅增加我们子弹的战斗力的 那这个地方就特别好用了 呃 直接把我们的子弹大幅度增幅 解决掉它们啊 哎呀 现在的话呢 就会好打很多相比之前 这个增强后的子弹确实还是很好用的呀 好的还剩14个 我们的和病毒的对抗终于要结束了 真的太艰苦了 病毒的数量太多了 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在游戏里也会对抗到如此艰难 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 还剩4只就结束了 来吧 在这里 3只 我起手炸掉它们 让我用这个炸弹 来 来上 哇 终于把它们全干掉了 哇 打败这批弩可太不容易了 好的 那么 也希望咱们这个 疫情快点结束 大家都能 恢复正常的生活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转发点赞评论 然后也 如果对这场游戏感情的 的话 你可以去下载一下 那这里是花生 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